三桂是一个人马混战的年代 刘北的苏汉政权 作为三桂政权之一 成都是苏汉政权的独城 在那个年代 那么多人那么多军马 粮草是怎样的调配 调配的地方又是在那里 在一些资料上记载 在成都批都区 也就是国区 新凡的一个地方 那里有一个六北的将军府 据说那里就是当时 粮草兵马 桂家重要的一个中心政权 所在的一个位置 那今天我就带朋友们到那里去 看一看六北当年 通臭兵马粮草的一个将军府 是个什么样子现在 我现在所展的这个位置 是新都区西县 彭州三县交集的地方 这个村是新都的公益村 有些朋友称这个地方是成都的金山旧 看到烟浅烟色的这种围墙 我们第一感觉这里就是寺庙 的确这里是一个寺庙 寺庙名称叫台富寺 当地人更习惯称致的叫张家寺 历史上这座寺庙是属于新范县的孤寺之一 烟浅巨大的狮龙头 我们感觉这座寺庙就不一般 这里就是一些书上所记载的刘备的将军府 也就是刘备的心愿之意 据新范县贤记载 这个地名原先叫忠义昌 忠义昌的地名就是因为三贵时期 蜀汉忠义之君在这里 吞兵安营的地方 曾经这里是刘备 归家重要的机关所在地 史官的麻疹 车企 粮草的智慧中心 侯庆 包长机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台富寺 它是建于什么年代 是在三贵之前就有 还是三贵之后才有的呢 从这里悲极记载 这里嘴噪就叫台富寺 并不是这里人们昌说的叫张家寺 这座寺庙它是建于唐代 中达的年间 大概也就是公元779年左右 在我身后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栋典义 叫大雄宝典 据说这个地方就是六贝的将军府 当时粮草 车马 管理的国家中心的一个机构 就在这个地方 将军府就在这栋典大雄宝典 原来这个位置 大雄宝典是在原来酒汁上新建的 来到这里就是一棵笼笼的 香肠鼠的气味 因为在这里面栽种了很多的香肠鼠 像这几棵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大的 这几棵都是香肠鼠 孤死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历代心肥无常 到了明朝 这里寺庙有充建 但是到了明朝末年 有灰玉斩获 清朝的雍正年间 这里又再次充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 清朝所捡的寺庙的典月都可能捡得到 在后来大概就是七十年代左右 这里称为了一座萧秀 在后来特殊的年代 寺庙很多地方被撤出 称了草坝 这块碑可以说是台富斯的简正 它是清朝四川宗都丁正报 和四川的不正式 一级成都的支付 新凡县的直衔 新都的直衔 联合发布的生命 命令寺庙的包袱 可见这座寺庙 在当时 这里影响是很大的 石碑上可以有 标明顽固的大历史石碑 利于死中 整个碑高是170厘米 宽是85厘米 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也就是大邮金那个时期 将这块石碑搬出 修水轮陀 造了一个空 1985年 拆水轮陀之后 又将这块石碑 换回到了寺庙中 所以来到这里 这一块石碑 一定要停下来 仔细地看一看 作为寺庙中的大雄宝典 是目前为止 寺庙中最大的 最气派的一栋典狱 三贵时期 刘备当年的江军府 就在这栋典狱的下面 可能有些朋友说 这里是刘备的江军府 出了一些资料的记载 还有没有其他的作者 在距离这里不愿 有一个叫孤城镇 孤城镇有一条街叫妈街 那个地方叫妈街的名称 就是因为当年 骂潮 赵云或维延在那里 吞兵 训练妈的地方 现在的太福寺 寺庙规模不大 除了大雄宝典之外 其他的建筑 看起来更感觉像是一种 当地的民居 只是这些藩物的外墙 拖上了寺庙所特有的这种颜色 感觉这里就与一般的民居 有了一些区别 据史料记载 成都解放前夕的1949年12月27日 当时的贵军传军奖令 刘文辉 邓西号 还有潘文化 经过太福寺的时候 还在这里住上了一晚 第二天打造 就积极干到了军地这里 普远的 喷线的龙兴寺 在那里联名通点 宣布弃义 当年红军突进这里 在这里也休息过 解放军征量队也在这里来过 所以说这些都与寺庙 又不及之远 从大雄宝殿走过来 这里是一个后院 也是寺庙丢防杂物的一些地方 死中犯阴阵阵 现在有些紧密 据说在汤朝五代 以及宋代时期 在寺院内 还发现了有寒带的双马士 以及种多的孤佛乡 这样说起来 这里应该是当时荒家园林了 药与花乡 特别是死中的鬼花书 更是香味弄力 侯元祥是一个小园林一样 据记载 在导光眼间 整个寺庙的周围 参天大树 虚多 可以说是这一天比日 光垂背 只有七十多颗 但是后来又与死中 看法树木变埋 到了光绪元年 这里只剩下了二十多颗树了 现在这里除了一些 稍微高大的一些香掌树外 再也见不到什么其他的古树了 在寺院的后面 这里还有一块地 也是寺庙中 种彩的地方 前面我们提到了 古城镇的 麻洁三贵的一处遗迹 在一些书中 还提到了 当年诸葛梁在这里 联兵验证 吞兵几粮 特别是我们二十轮乡的 八战土 据说八战土 也就在这后面不愿 穿梭中的八战土 很有几种说法 在这里 就是其中的一种 因为在这后面 有一条火叫秦北江 诸葛梁当年 沿着火岸 利用火中的石头 云用八卦 掰开了有许多石头 堆成的八战土 在这个地方 撑兆之前 就是在寺面的后面 这里叫石根子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 石八战的原子 这只是八战土的一种说法 还有像我们熟悉 在密目中 也有一个八战土 还有冯介的水寒八战土 据说诸葛梁当年 就利用火岸的寒地 进行训练陆军 利用麻洁 训练骑兵 利用秦北江打火 训练衰军 从这些顺标数地 台富死 这里还真像是 六倍的将军赴 侯庆包长的中心 八战土 十一年 第二天 就是 出费